浪宋公司記憶你唸 穿著白色上衣 站在隊伍最前面 帶領著大家一起喊口號 雖然行動上有些許的不便 但還是用最認真的態度把任務完成 他是王刀望台的人資 盧智佑 2023 望望創意精神超大賽 台灣地區海選賽 回威三年隆重登場 總共由13支隊伍同場較勁 而王刀望台由盧智佑領軍站上舞台 他跟雙胞胎弟弟 成是大家口中的巴掌天使 成長過程歷經波折 因為我才950 大概不到兩個時候長大吧 盧媽媽比賽當天特別到場 欣賞愛子的表演 回想起盧智佑剛出生的時候 那都是心如刀割的回憶 很危險 對 剛開始也不確定能救活 但是醫生們都很好 就是非常認真 盡心盡力幫我們照顧 然後當中他們 因為剛出生 還會有一點脫水 所以一度到了大概700公克不到 所以我在家幾乎每天都在哭 非常心疼 對 非常心疼 我們把他們生成這樣子 由於小朋友早產狀況不斷 姑媽媽還在坐月子的時候 就不斷收到病危通知 幸好在家人的細心照顧下 雙胞胎兄弟才能成長獨立 每到過節的時候 帶他們出去吃個飯 因為這個我從來沒有做過 所以我覺得就是換我回饋他們 就是有時候自己有賺錢 可以請他們吃飯 或者是帶他們去唱個KTVR 從剛出生才巴掌大的狀態 到如今能站上舞台 帶領團隊喊出口號 如自幼的成長 讓父母悲感欣慰 他自己也對父母充滿感激 更期許自己未來不只能照顧好自己 也能成為父母的依靠